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回到香港网,今天我是HKGNG频道 这次就跟大家讲讲关于七八十年代香港漫画业的发展 小时候看过什么漫画,喜欢看什么漫画,最受欢迎的 一提起漫画,不可以不提这一套漫画,即是长手漫画,历史比其他漫画 又搞了很多,也都连载了很多年,现在还连载着,大家都知道就是《老夫子》 《老夫子》记得是1962年60年代初出版的,我懂得看漫画,几岁大 《老夫子》已经在香港很受大众欢迎,因为《老夫子》漫画是老赤险业 实人,小孩,大人,大家都喜欢看的 这套漫画曾经拍过,我记得好像改变了三套卡洞电影片 第一套叫老夫子,第二套叫老夫子水浮转 第三套叫老夫子山天外星人 山天外星人,其实有一套叫ET,你们看过 将E倒转了,叫山天外星人 作者就是王宅,好像无线,香港电台曾经访问过他 就问他怎样,由老夫子这个人物怎样想出来 王宅当时就说,因为他小时候,他小时候好像是北方人 小时候就问过,之前二三十年代,他好像二十年代出生 那时,他们都还穿着衣装,所以创造了老夫子这个人 这个人出来了,和文大花鼠 之后就有少论争论,因为发觉老夫子的人物很早期已经有的 有一個叫彭蒂這個人,傳說話是他第一個創造的老夫子 這個人連載文國前的一套出了一套圖 那個人記得沒有錯,叫老夫子,老夫子好像叫白番薯,大番薯叫什麼白番薯,朱如潮你自己去上網看看 他只是怎樣就忘記了 那王爪好像從來沒有正面回應過,說他抄出來 但那時候也知道,70年代那時候,大陸還沒有開放 如果要爭拗版權的,都不知道怎樣爭拗法 這件事就像現在一樣,現在中國大陸就開放了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王爪其實都知道了 他這個老夫子和打花鼠的人物,其實就不是原本自己想出來的 但怎樣都好,他寫的老夫子文化,很固執人口,很受歡迎 可以當作一次二次創作 小時候最初看的就是老夫子 其實老夫子出過很多不同的版本 尤其是有些長篇的故事,他也有 比如說水夫傳,有些比較長篇的故事,他也有連載過 比如說老夫子玩鬼村,鬼故事也有 所以,可想而知,老夫子這個漫畫其實不歡迎 而且,他六十年代那時候也有拍過一些魚片,黑白的 都有在銀幕上一個老夫子的電影 所以,我覺得香港漫畫最成功的一套就是老夫子最代表 因為他是一個很長壽的漫畫 無論是電影,卡通,海岸版本 他也有不同人的製作過 這次老夫子就講到這個位置 下次再跟大家講一講 OK,拜拜